Lun Channel 大家好 我是阿倫 對 沒錯 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對 就像這個影片的那個標題所寫的 就是事務所有寄一個東西來送給我 嗯? 什麼是事務所? 其實事務所就是像是那種管理YouTuber的一個公司 他們會幫我們處理一些比如說Email的回信啊 或者是一些管理我們的行程啊 之類的東西 主要是要讓創作者就是像我們這樣的YouTuber 能夠更加的專注在自己的影片的創作上面 然後我是今年的3月才開始加入這個事務所 然後加入的事務所是CAPSEL的事務所 比較有名的人就是三元 對 沒錯 就是三元有現在加入跟他同一個事務所了 對 然後至於為什麼要加入事務所 還有我加入事務所之後會不會有什麼改變啊 其實我可以在這邊跟大家講 就是為什麼我要加入事務所 其實原因是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平常 有時候都要去公司嘛 然後又要再弄影片 說真的其實呢 能夠創作的時間其實已經被壓縮到非常的少了 尤其是像之前呢 比如說除了自己的影片之外呢 要處理很多一些其他的事情 然後加入事務所之後呢 他們會幫我管理一下我這些全部的東西 還有管理我的一些行程方面的東西 這個的確加入的是的確能夠幫我省下很多時間 讓我更加專注的在影片創作上面 所以呢 這也是我選擇加入事務所的最主要的原因 然後至於會有什麼改變呢 首先呢 基本上是不太會有改變 對 就大家看了現在的影片呢 其實接下來的影片也都是一樣 全部都是出自於我自己本人的意識所拍的影片 並不會說因為加入事務所啊可能就變得不像我自己 其實這種事情是完全不會發生的 這一點如果在看影片你們擔心的話呢 那其實也可以完全不用擔心這件事情 只是覺得好像還是應該要跟各位大家來報告一下 這樣子比較 怎麼樣 過意的去 對良心上面比較過意的去 對 而且如果有在Follow的人可能知道說我之前曾經有 有覺得說我好像是台灣的YouTuber的邊緣人的感覺 就是因為其實我不太有機會跟其他的 台灣的創作者做接觸 所以能夠合作的影片其實還滿少的 所以當然也是希望能夠因為加入了事務所之後呢 能夠藉由台灣事務所的力量能夠 能夠跟更多人接觸 能夠學到更多的東西 進而讓自己的頻道能夠更加的成長茁壯 對 那今天的主題不是這個 今天的主題 主要是前幾天我收到了事務所所寄來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已經把它打開來 在這裡 我已經不小心把它打開來了 因為我一開始不知道它是什麼 所以我就把它打開 是一個很大一個 很大一個像這樣的箱子有沒有 然後至於裡面是什麼呢 其實裡面的東西其實還滿厲害的 我覺得真的 他們還滿有心的 他們總共寄來了三樣東西 是什麼呢 首先這兩樣 首先他們寄了這兩樣很長條的東西 這個是一個像是 互動式的海報 在死前 在死前必須去的 100個地方跟 跟100個必吃的東西 這兩種互動式的海報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因為畢竟我的英文沒有說太好 然後這個有什麼特別呢 先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像這樣 它裡面其實就是一張 一張海報 還滿特別的 你看它像這樣 一大張的海報 然後上面有寫非常非常多 呃 糟糕是英文 看不太懂 很多吃的東西的名字在上面 它這個其實是可以撕下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是 其實是可以撕下來的 就是你吃過了你就把它撕下來 然後裡面的總共100個 所以當你完成了這100項呢 就代表此生無憾的意思嗎 我來看看有沒有什麼我是吃過的 英文不好可能要花點時間 剛好這一個 河豚Fuku 是我曾經吃過的 那我就把它撕下來囉 將將 對 就是像這樣子 我吃過了河豚 所以說河豚的這個 這一張呢就被我撕下來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張海報呢 找個家裡面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牆壁貼著 然後你吃了什麼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撕掉 我覺得要撕到應該滿難的 因為它其實裡面好像有 包含了非常非常多 各個國家的東西 對 然後這個 另外這個是 100個必去的地方 我來看看 大家看到它這個是有那個 金屬的反射感的文字 然後一樣是英文的 英文的看不太懂 首先看看有沒有日本相關的地方好了 哇 這裡面還有亞馬遜叢林 這個一般人應該是沒有 不會去喔 這個如果真的能夠每個地方就到達 它真的是非常厲害 找到了這個 Mount Fuji 就是富士山 我曾經有去爬過富士山 所以這個撕下來應該是完全沒有問題 富士山 其實裡面還有一些其他日本的景點 像是比如說 那個什麼 道河神社 對 就是京都的那個道河神社呢 這個裡面也有 好 後來我發現它這裡面總共有三個日本的地方 剛好我這三個都去過 一個是富士山 然後一個是京都 然後還有一個是東京的澀谷 很可惡的是它裡面居然沒有台灣 對 生氣 好 這個我也先收起來之後 再來慢慢的去看有沒有辦法 湊成那100個 對了 裡面還有一封小卡片 還有一張小卡片呢 他們上面寫了 嗨 阿倫歡迎你加入CAPSELLY 思量子這個大家庭 這些是我們為您精心挑選的專屬創作者 希望你會喜歡 未來讓我們一起加油成長 成為更大更好的創作者吧 哇 對 謝謝 其實他們還真的還滿用心的 送了一些就是這種 跟我頻道還滿有相關的一個東西 然後另外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我那時候其實我把它打開來看 我看到的時候整個嚇一跳 是什麼呢 可能要吹到後面 大家看得到嗎 看得出來嗎 這是什麼 超大的 日本的 日本地圖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還有寫我的名字耶 然後這個呢 日本地圖呢 怎麼講 非常的棒 就是每一個地方的縣市都寫得很清楚 大家看得到嗎 就是每個地方的縣市都寫得很清楚 然後這個還不是重點 這個還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呢 這個有點大 它這個 因為地圖上面有很多那種地名的地方嘛 然後裡面還有附一盒像這樣子的 附一個像這樣子的 大頭針 然後我們就可以說 比如說把它貼在那種 比如說軟木墊的那上面 或者是你貼在那種可以穿動的牆上面呢 你就可以說 比如說我去過這個地方呢 我就把它 壓下去 就代表說我到了 我到過這裡 曾經到過這裡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個 這個禮物非常的棒 因為像我其實目前的 小小的夢想 我自己的小小的夢想 其實真的是很希望能夠走遍日本的各個地方 目前在日本的一個小小的夢想呢 就是能夠擁有一台 比如說露營車 像是露營車 然後就是開著露營車呢 帶著小米的我老婆呢 就是跑遍日本各地去拍影片 這個是我目前的一個小小的夢想 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實現 首先要先有一台露營車對不對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從事務所那邊所收到的一些禮物的一個 簡單的開箱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好像我真的覺得他們 真的還滿有心的 就是送到的 送的禮物真的是都有點到我的心的那種感覺 只不過現在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這一個布連實在是太大了 實在是太大了 我現在真的找不到地方可以拿來 可以把它放在哪裡 真的不知道 大到可以當成那個沙發套的那種感覺 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把 我家後面這個沙發整個把它造起來都沒有問題 對 超大一個的 難道又要搬家了嗎 之後我也會找個地方來好好的把它們掛起來 然後實際的去使用它 好啦 那就是這樣子啦 今天就是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我加入從今年的3月開始加入了事務所 然後不過大家也不用擔心就是我加入 就算我加入了事務所呢 阿倫頻道的影片的本質跟影片的內容也是不會變的喔 請大家放心 好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呢 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阿倫頻道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 還有相關這種 就是我收到的禮物跟大家開箱的一個簡單的分享 然後有興趣的人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在日本的第一手影片資訊喔 還有呢 這邊呢是我的Facebook粉絲頁還有我的IG 大家可以追蹤一下 還有旁邊呢 這兩邊是我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それではまた皆さん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等你喔 接下來也請各位大家多多指教囉 我們下次見